好 那个视频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是大家最感兴趣的国货的系列 那今天呢就是边开箱边往脸上捣吃啦 有一些产品确实又好用性价比又高 所以呢 千万不要错过今天的视频 好 那我们就开始吧 第一个盒子呢 土夹细腻的 我没记错的话 应该是一个面油 我觉得我今天的头发很糟糕 找了一个理发店 去洗了一下头发 头发整个被糟蹋的 颜色都掉没了 然后吹的这个头发呢也特别的不好看 给大家忍受一下 看一下包装 这是他家出的这个绞杀丸植物精粹唇液 就是那个绞杀丸精油嘛 我之前呢一直在用这个 然后囤货最近呢也快用完了 主要成分也是个绞杀丸嘛 这个是动物的 这个是一个纯植物的 我就比较好奇买了一瓶也不贵 只有一个单一的成分就是绞杀丸 土夹这个牌子我之前用的 它的那个纯膜还不错 它的包装呢是这种低管类型的 应该也是像那种油的质地吧 低一点点啊 看一下 它是这种纯透明的油 哎呀味道怎么跟大家形容呢 是没有什么香味的 就好像是一种油味 然后抹开呢是觉得是油感的 我再试哈巴油在手上它是个什么样的触感啊 这个是完全闻不到什么味道的哈巴油 你看手背上抹完之后 这两个都算是吸收还挺好的 不会留下一层黏糊糊油糊糊的东西 绞杀丸这种东西呢 我一般就是把它加在面霜里啊 或者是低一点点在一些比较容易卡粉的粉底液里 增加往脸上抹的这些东西子它的滋润度 防止脸上会起皮卡粉 有很多人说提倡这种植物的绞杀丸 说这种好像对动物的伤害比较少 好 现在呢我滴上两滴 再手掌搓热 然后把它按压到脸上 到末天为止我觉得它比较好的一点呢 就是你在用量合适的情况下 像我滴了两滴 这样按到皮肤里 完全不会觉得整个脸就是油爆了 还是蛮舒服的 然后脸软软的 好 我们接下来呢来上一个粉底液 今天我用这个Shadow Tilbury的粉底液 它是属于一个比较偏哑光的 但是在前段时间天干的时候 会有一点点容易起皮 有点显干 所以我看搭配这个粉底液 会不会在脸上妆效能好看一点 或者是更好推开一些 然后我把它先点到脸上 就在这个地方会有一点点光泽 好像还不错 然后呢 我在这个粉底液里面 稍微混一点点的这个油 然后用这个刷子把它们混合在一起 然后刷在脸上 嗯嗯 不错不错 这个混在粉底液里呢 刷在脸上 妆感特别的清透自然 也不会有特别油腻的感觉 但是你会发现这边的光泽感 好像比这边更强一些 但是不知道在脸上会不会有一些 其他的反应会闷啊 会长小疹子之类的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这个视频的评论 我会给大家反馈 就是这一天过去之后 我卸完妆 脸上会不会有什么反应 但是目前来说 用下来真的觉得 对这个粉底液非常友好 作为一个这种面油来说 使用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好 下一个呢 我们要开的是 这个箱子 PBA的 我买了它家口碑还比较好的遮瑕膏 还有一个修容粉 登登 就是这一个 我们先来看一下它这个遮瑕膏 这个遮瑕膏的价格也不是很贵吧 三四十 但是好像只有一个色号 好小巧的包装 是这样的 黑盖子 然后透明的壳子 然后里面的内容物好像还挺少的 九克 它是有一点这种粉性色的感觉 质地好像貌似有点厚重 但是感觉遮瑕力挺高的 把它打在我的眼下 Oh my god 天呐 质地有点干呐 轻轻地把它晕开 因为这个推开之后感觉还挺好用的 这边居然没有卡粉 可以看到吗 并且眼下被提亮了 然后用这个刹子推开 也没有一开始那么亮的吓人 但是如果你要仔细看的话 眼下这边还是会有一点点干纹的 我今天没有抹眼霜 然后这个膏体它抹开之后 是完全没有什么光泽感 它就好像是比较哑光 那我再试一下低一点这个 小沙丸 低在这个膏体里 看它能不能质地变得更滋润一些 用这个刹子再去沾一下 放在眼下 哇哦 这个质地真的立马就像遮瑕液一样 延展性超级棒 你看 这样看好像效果真的是挺不错的 很容易推开 然后颜色呢 在我脸上也挺自然的 嗯 居然有一点点喜欢 我还买了一个它家的双色的修容粉 哦 还送了一个小砂纸 这是它的包装 一个磨砂的壳子 哎 这个样子怎么这么像 玛丽带佳的那个呀 对吧 但是它这个粉的表面看上去呢 就有点粗糙 你看这个是摸下来的粉 你们看这个盘里的样子 这是用手刷下来的 什么鬼 这是高光吗 怎么没有什么光呀 也感觉粉末感太重了 然后也不懦软 不丝滑 涂在手上就几乎什么都没了 这个修容粉呢 颜色也有点太黄 色彩感色调比较重 又黄又红的 这个我不太喜欢 我先用这个扁刷上一下这个高光看看啊 飞粉是有一点点轻微的 好在这个地方 但是这个高光呢 上上去的妆像呢 它有一点点那种小亮块一样 就显得我这边还挺粗糙的 就它这个粉呢 附着在脸上 附着的不是说很均匀 就显得我这块其实没有什么纹理 但是打上它之后 我在镜子里好像就看到 有一点点那种凹凸不平 我正面看我这两面好像是黑了一块 妆像真的太难看了 再稍微试一下它的这个修容粉 因为我刚刚上完底妆之后啊 没有觉得脸是那种特别油腻的感觉 所以我今天跳过定妆这个步骤 轻轻地扫一点点在这里 啊 不是吧 我太难看了这个颜色 就是太红了吧 是不是红 现在打了一拳 天呐 变成它这个 一晕开之后啊 它没有那种服贴的效果 特别不好晕染 真的好用的修容粉啊 你涂在这里 它不会有像这样的存在感 这么突兀 真的 这个连考虑都不要考虑 我太不喜欢了 跟玛丽戴戴的那个完全没法比 完全不像我想象中的那个样子 好 我们再来看另一个包裹 这个是VNK最近新出的五色的眼影 超级期待这个五色的眼影 之前VNK出的眼影我都还挺喜欢的 好像比之前的那些都更容易携带 更实用一些 它的包装呢 就是它家最经典最传统的这种黑白色的包装 然后里面打开呢 是这种黑色的 这个壳子的质感还是有的哈 还是挺瓷式的 是个大地色的 这也是一个哑光的 其他的都是珠光的 中间这个好像是那种 金色的小闪片的感觉 整质特别特别弱软 但这个不会有那种一块一块的 好顺滑这个 哇塞 现在是不是就流行这种湿粉呀 剪的就更加顺滑丝滑 服贴度更好 没有色块 质地更均匀 像一条金色的瀑布啊有没有 其他的珠光就不是湿粉 就只有这一格是湿粉的 好这个显色度是可以的 然后呢 这三个是属于那种珠光 这个是属于小闪片 还有一个偏肤色的雅光色 这个 这个是103号的 哇这个好好看 你看这个配色特别的优雅 中间呢也是一块上偏紫色的小闪片 这次这个眼影的粉质呢 每一个摸上去呢都是比较偏软糯的那种 这个是一个雅光色 这是中间那个闪片色 太美了这个 Oh my god 这个又是一个雅光色是偏紫的 这是偏粉的 然后还有一个比较偏深棕 但是里面有一些金色的小闪片 就这个颜色 减色度啊 粉质都是很OK的 看一下这两个颜色的对比 还有我摸过之后那个压盘的情况 它的粉呢不会很干 压的也没有很实 所以用刷子肯定会飞粉的 接下来呢我们就结合这两盘子 我先用这里面的这个雅光的 看来这个眼睛又积现了 上上这个打底色 涂在眼睛上显得很深 这块好像有一点往里凹的效果 就是那种有收敛感的打底色 看这也是蛮适合画鼻影的 那种很自然的效果 下面呢我们就主要用这个103号的 我们用这个粉色的 做一个过度色 这是一个雅光色 颜色度还是可以的嘛 有一点点烟心眉紫色 就不是那么亮的一个粉色 不会说特别显严重 下眼睫带上这一点颜色 作为一个眼妆的基础色调 接着再扫一下这个灰紫色 稍微要比刚刚都小 加深一下下眼睫这样 它这个颜色调的特别到位 所以它不是那种鲜艳的 俗气的那种紫色 这个盘里呢 还有一个低调的敷金色 不知道刚才我没有给大家刷色看 非常非常细腻的珠光粉 是超好的这个 然后我们沾下这个珠光色的 打在眼睛的中间 然后我们再沾一下中间的 这个紫色的亮片色 我们把它叠加在这上面 然后往两边再拍开 是这样太香了 再沾一下这个最深的棕色呢 去加深眼尾这块 这个颜色都超高 在下眼睫这儿呢 加一点点那个金色的 其实这个颜色看上去是个敷金色 但是涂出来好像又有一点偏粉色 好像有一点点偏光在里面 这个盘子一个缺点呢 就是粉压了比较的松 没有说特别实 有一些非粉 所以你还是尽量把这个粉抖一抖 再往眼睛上去上 倒不是一个很致命的缺点 好 我加上了眉毛 还有画上了眼线 然后这个眼妆呢 大概就是这样的 虽然是一个紫色的 但是完全不会给人一种很突兀啊 或是没办法出门那种 最近真的对这个紫色爱的不行 现在有一盘这种五色的 比较便携的 又比较日常的这种紫色的影影盘 还有这个小闪片 真的是太合我的胃口了 好 接下来呢 那我们还有一个产品要来测试一下 那就是这个睫毛膏 这个是莉兰菲的 绒蜜聚扇一号 这种绿色包装的 嗯 包装真的是丑到不行 但是之前我用那个霉红色管子 真的挺好用的 哇 同样是超级大的一个硅胶的刷头 把睫毛夹翘 然后呢 我们用这个来试一下 先把上面的膏体刮一刮 嗯 浓密了 并且是刷上去立刻见效果的那种 线长的效果一般 并且睫毛的尖端啊 不会有那种一颗一颗的 但是感觉 嗯 睫毛本来是弯弯的 怎么刷完之后 但是变直了 有点往下趴了 这个是不太容易出现那种苍蝇角的 虽然是有一点点容易粘在一起 但是呢 它不会把尖端刷成很粗的一根 好像还不错 这个硅胶刷头确实 不是说那么好操控 它是浓密的 但还算是根根分明的那种 嗯 刷下睫毛是完全不行的 这个硅胶刷得太大了 干的速度没有很慢 就是不是说特别的卷翘 还好就没有完全的这样趴下来 还是有一个卷翘的程度的 最大的缺点是刷头太大了 对于我们这种眼睛小熬 睫毛短的人来说很不友好 但是对于这个价格来说的话 这个算是很超值了 不超过10块钱呢 好 最后一个快递呢 是我前两天买的至优权的东西 看到网上有推荐他家实色眼影的 我也比较好奇就买来试一试 还有他家的唇釉也顺便买了三支 是这种镜面的唇釉 现在我们已经上好这个眼妆了嘛 就今天光给大家看一下刷色 就他这个盘子全部都是亚光色 然后有搭底色 有这种眼窝过度色 还挺实用的 本质摸上去也蛮软糯的 还摸了三个颜色 我在手上看一下 拜托你聚一下胶好不好啦 显色度还蛮浓的 总体的色调呢都很温柔 压粉不是很实 用刷子的话应该是会飞粉的 也是要注意这个粘粉 盘子呢也比较的小比较窄 如果你很喜欢亚光的 这种粉粉温柔的色系的话 也许会是你的菜 我刚刚呢又加上了一点点的腮红 好 这个是这个唇釉的包装 它的包装呢是这样的 一个银色的管子 这包装说不上来啥感觉 一共呢就是这三只 我们来先在手臂上刷个色 首先是这一个 感觉颜色比较偏紫色感 它涂出来就是水水的 有透明的感觉 就是这个颜色 好 这个是有点秀色的那种感觉 哇 这个很少女 最后呢这个颜色是有一点点 那种烟熏玫瑰色 有点豆沙粉色的感觉 四号呢分别是八五七 我今天想要用这个七号 我感觉跟今天的妆容好像更搭 好 我来涂一下 你看刚涂上去的颜色 是比较透的那种 这个是有香味 是那种芋蕙还是水果 确实是有一种水光唇釉 镜面唇釉的那种精亮感 有没有 抿嘴的话质地不是粘的 并且你看抿嘴 完全不会让颜色变得斑驳 它是那种可以成膜的 这个颜色也好温柔好好看啊 哇 这种果冻感 如果这个香味能够淡一点的话 真的是太完美了 它是有一点粘杯的 可以看到了吧 然后粘过之后 你看颜色的那个亮度 没有之前好 但是颜色还是有的 我再不擦一下 它那种色泽感太好看了 这种紫色就会显得人特别的温柔 它是有一点点掉色的 但是你看 粘过之后 像是变成了染唇液 它的光泽没了 但是颜色还是在的 还是比较饱和的感觉 好了 今天试了这么多国货的新产品 你们有没有特别喜欢的呢 可以分享一下你们最近喜欢的 或者是新买的觉得不错的国货 然后我到时候再买了给大家测评 好 感谢你们看到最后 别忘了点个赞 爱你